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养生因果要论 主著先佛为文昌帝君 地念二章 胆结石 文昌帝君将 诗曰 毛锥尽力穷 意欲翘东风 因果由春起 末冬夜暴童 盛世 著书论胆结石 胆主决断 因此素问 灵兰密典论提其胆者 中正之官 决断出烟 此论甚笃 如若胆气不宁 确实是导致谋逝多疑 决断不定的原因 胆与肝又是互为表里 因此容易因胆气衰弱 因其肝功能异常 诱发精神违拟 处事不绝 嗜睡或失眠等情况 例如 明明已将家中电源关妥后出门 却忐忑不安 疑神疑鬼 如此现象都是由肝胆方面引起 换句话说 如此现象是胆结石的前兆 胆是储存囊 储存肝脏分泌的液体 称为胆汁 胆汁透过胆管输送到消化道 促进脂肪乳化 但胆汁一旦无法维持液态 就会凝结阻塞胆管或积存胆囊 便已罹胆结石了 一般而言患者亦有右上腹疼痛 食欲不振或黄胆的病相 诱发此症的原因在于饮食失衡 喜好摄取高糖 高脂 高热量的食物 不然即是因为内分泌失调 压力过重造成 然则如是现象均是诱缘成果的因素之一 追根究底 应以谣言伤人或以建言霸占他人财货为起因 白雍和 世人也 喜好严习天文地理 颇有应验 深得地方官员信赖 富二 屠夫也 屠宰牲畜往往令会雪横流 两人为林 常因此事纷争四起 白事借由势力 照言决此指责富士列举 利弃杀业必造成地方官员血光之灾 其料地方官乃贪婪之辈 深恐歹是东窗事发 祸事上身 因此宁信其有 罗之罪名 富士敲当入狱 其一家五口顿失依靠 流落街头 二人因而住下不善渊渊 白事经转轮于台江南部 所幸平常乐善好失 虽因夜讨而患胆结时 出经刀针命住之恶仍未痊愈 但经法门调解后 如今才能快乐生活 因果渊怨如果是始作俑者 夜报严厉当然不在话下 不过若是身为帮凶 受利用或小恶积累 则称之为因果公案 换句话说 因果公案非仅止一桩 例如钱力 白事大放异彩 他人误信 惨遭不止一春横祸 便应以因果公案解释 换言之 因果渊怨的存在 必然伴随公案纠葛 因果既可敏 世人岂可不慎 小编建议 如同先佛所说 看到本书 知其病造迅速就医 并询法门解释成颤塑也 法门可以借由注印此本善书 或末法词音第二部 或者在五妙明正堂安斗 建议北斗本命延伸新菌斗 以功德回向加上医生治疗 相信对自身病痛会有显著改善 可以先后问五妙明正堂先佛 了解自己因果语如何改善 请自行联络明正堂师兄子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 与五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 主准与消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衡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生 拿谋弥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这次进入水泡它 不放一路 入水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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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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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